臭名远扬的六位相声大师 都是就由自取难以原谅 第一位 侯耀华 出生于相声世家的侯耀华可谓是臭名昭彰 早年间不仅抢占弟弟侯耀文遗产 晚年还收女徒弟直播卖字走学捞金 就这样侯耀华还获得了终身成就奖 不少人都让侯耀华滚出相声界 第二位 江坤 现在相声界少有的相声大师 但江坤却为了自己的地位 对郭德纲的德云社进行批判打压 这也让晚年的江坤差点口碑崩塌 第三位 曹云金 在德云社遭受致命打击的时候 身为爱徒的曹云金执意要走 还靠着司队郭德纲获得不少热度 之后闪昏闪离的曹云金人社彻底崩塌 而曹云金也彻底消失在相声圈 第四位 牛群 如果牛群当时坚持和冯拱说相声 说不定现在就是得意双心的相声大师 可惜一心想做县长的牛群抛弃了冯拱 但到最后牛群哪个都没有成功 如今也逐渐被观众给遗忘了 第五位 陈寒白 曾经也是风光一时的相声大师 名气大涨后代言了不少虚假广告 甚至还认了五个干爹 最终陈寒白把自己的名声搞臭了 第六位 大兵 北友牛群逢拱男友齐志大兵 当时的大兵可谓是红遍全国 走红的大兵在节目中拿去式的皇家居抖机灵 甚至还与警察发生冲突 自此大兵彻底成了昨日黄花无人问津 你觉得哪位相声大师最可恶呢